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实战分析复盘呢 是美国著名的披萨门 这个事件发生在2016年 但是在2020年呢 依然保持着每个月8000万的观看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会带同学们学习 先辈是如何一步一步 把一个普通的披萨店 变成邪教恋童圣地 首先我们要发动 状态卡 键盘勇者 我们阴谋论攻击的对象 一定都是十恶不赦的大魔头 好 现在开始 事情的起因呢 是奥巴马的顾问 约翰·伯德斯塔 私人邮件被黑了 2000多封邮件被公开 怎么才能在这些 家长里短的邮件当中 找到突破口呢 别担心 单打一张 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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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这两个字 就只能是儿童色情的英文缩写 没有其他 所以奶酪披萨就肯定跟儿童色情有关 根据顿角定理 我们可以推导出 儿童色情等于CP 等于奶酪披萨 约等于披萨 所以披萨极有可能是儿童色情的暗语 你看它2000多封邮件里头 出现了146次披萨 词试一定不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还有一个披萨店的老板 和伯德斯塔有邮件往来 这个老板 大概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发动技能 醒闻乐见 在它的披萨店上 找观众的痛点 你要记住啊 有些观众是不需要去深度思考的 只要把有钱 恶魔崇拜 恋童屁放在一起 他们自己就会得出这人 坏透了的结论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披萨店和恶魔练习起来 发动技能 阅读理解 来看看这家店铺的招牌 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 从招牌上能看出什么有用信息呢 诶 对了 有星星 有月亮 那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土耳其 托尼斯 土库曼斯坦 阿尔基利亚 毛利塔尼亚 马来西亚 利比亚 哼 当然是最出名的恶魔形象 巴风特啊 笨蛋 而且它的名字和巴风特 有50%的字母重合 三角形不就是 共激会原规的变形吗 同学们 这是什么呀 这是铁证啊 恶魔和共激会 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这是跳进硫酸 它能洗清白的吗 要是有人敢质问你 凭什么星星和月亮 就是巴风特了 哼哼 它会触发被动技能 懂羊的意志 反驳我就是在给共激会洗地 一定是牧羊犬 没有人比我更懂共激会 但是单靠一张招牌上的符号 肯定不足以支撑 这个披萨店就是 邪恶恋童癖地下网络的观点 不来点FBI的背书 纯度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 我们拿几张维基解密上面 公开的FBI内部资料 恋童癖组织标志 挨个给观众介绍一下 先让观众把这些符号 和邪恶画上等号 然后趁观众不备 连续发动阅读 理解不给他们丝毫丝口的机会 首先这家餐厅的名字 叫做会星乒乓餐厅 这个乒乓代表的含义 显然是有节奏的XX运动 你再看这个logo 就像被蒙住双眼 堵住嘴巴的人脸的微妙暗示 而且根据坏人死于 表达欲望过强的定律 玩 吃 喝 缩写 PED 极有可能是 恋童P首字母缩写 交叉的木饼 也是一个倾斜的圣殿十字架 另外这个款式 这造型 简直和恋童P的符号 异曲同工 是不是不正自明了 到这里 我们的输出可不能停 披萨店都这样了 它的老板怎么可能是好东西 发动技能 一花结木 你别管这照片上的 是不是披萨店老板 你也别管 Longfang是不是法国人的姓氏 你就把这图一发说 老板自己都穿了 我爱儿童的衣服 绝对实锤能让观众高潮 这张照片是不是饭店的冷酷 根本不重要 看着就像是干肮脏交易的秘密地下室 最后再来一个中方炸弹 他们的幕后首脑 奥巴马曾经在这里和儿童打乒乓 你看幕后首脑 有节奏的运动 儿童 要素齐全 完美 反正不会有人去查 这张照片是不是在白宫拍的 Who care 情绪到位就够了 但是铺垫到这儿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家店它不是连锁呀 这没办法形成邪恶庞大的产业链 这怎么能让观众感受到 这是一个势力极其强大的神秘组织呢 没关系 前面已经铺垫过 恋童P组织的符号了 再次发动技能 连续阅读理解 比如说这家野兽披萨 它这logo像是披萨吗 它像什么呢 这家书店中间的暗的符号 它像暗的吗 是不是像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再看这个笔 是不是很微妙地表现了孕妇的乳房和大肚子 它上面这片云彩 你表面上看似云彩 难道不像是两个爱心吗 有了这些公司和披萨店一起 这不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共机会恋童P网络了吗 不信 再来看这张 这张图片隐藏的含义那就更多了 疑似恋童P公司 黑人美国男子 永远21岁 哦 对了 这个21岁呢 是在美国能够买酒买烟的合法成年年龄 右边还有未成年的灰姑娘 简直就是明示他妈给明示开门 明示到家了 再看灰姑娘 2015年3月13号 黑色星期五上映 13号星期五 这不就是当年圣殿骑士被烧死的日子吗 这谁敢说这共机会和灰姑娘没有关系 再看这灰姑娘的裙子 像不像一头张着嘴巴 要吃掉未成年小孩的野兽 你这一通铺垫下来啊 披萨 儿童色情 共机会 恶魔崇拜 庞大的地下网络 是不是一下子就都联系起来了 那这一套操作下来真的有人买单吗 观众的眼睛是血亮了 2016年呢 就有人对披萨门身心不疑 武装突袭披萨店打算解救 囚禁在地下室的少女们 结果一通突突后发现啊 披萨店连地下室都没有 时隔四年以后 披萨门在Q组织的鼓噪之下 死灰复燃 月均八千万的点击率 同行们出书的出书 出电影的出电影 各个赚的盆满钵满 有的人这时候就慌了啊 这些解释是不是太牵强了 其实不用慌 我们还有终极大杀气 游里游弃 什么特朗普拜登 民主党共和党乌克兰美利坚 地下恋同屁网络 都是犹太资本操控的 你得研究观众的吃瓜心理 愿意点击来看你骂犹太的观众啊 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的考不考究 想靠优质正经内容赚钱的 那都是糊涂蛋 UP主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点击率啊 点击率上去了 广告跟着就来了 我还跟你说啊 有人跟你谈收购 立马就讨县 给你股票都免谈 要是有人跟你评理怎么办 我们还有一张陷阱卡 忍真理就输了 从头到尾 我可是一个肯定都没说 最多就是可能好像大概 咱这就叫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你要感兴趣做个百八十七的 多了不敢说 保证你一年挣他一个亿 你看这不就来买卖了吗 我先去谈比合作 一会儿再聊